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彼得厚书第三章第九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事情开窗的时候就会闻到这个森林大火 这浓浓的烟味 出去的时候也会看到一层萌萌的雾在外面 甚至白天的太阳或是晚上的太阳 下山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天空的颜色 甚至太阳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觉得说在开玩笑说2020年好像是一个很难忘的一年 有许多的天灾有许多人祸 然后呢是不是世界就快要结束了 那我就在想说基督徒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要结束 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 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世界就会结束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耶稣是不是快要回来了呢 在2000年前的信徒也有这样的问题 在他们生活当中遇到许多的逼迫 许多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想起耶稣说他一定会再回来 但是耶稣迟迟没有回来 所以他们也在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时候呢彼得就在彼得后书给他们一个分享 第九节说主所应取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元 自然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在思想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耶稣不是说他要回来了吗 怎么还不回来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还不回来呢 是不是他迟了他有什么单元呢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人迟到的话 在我们约好要见面的时候 他迟迟不来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他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他是不是没有预备好 所以呢他就会迟到 因为他可能要多花几分钟 换衣服啊化妆啊 whatever it is 那别人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耶稣迟迟没有回来 不是他单元的 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不能控制 或是他需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不能做到 所以他就完了 乃是因为他要怎么样 他要宽容你们 因为这边讲到说 耶稣的迟迟不来 是有原因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因 是要宽容我们 那为什么要宽容呢 他说他不愿有一人成人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我们在教会场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激励弟兄姐妹 在这末世的时候 大家要赶快传福音 因为我们知道说 如果没有福音的话 如果没有人信主的话 人的后果就是 与神永远的隔离 所以我们就用这句话 提醒大家说 如果我们不赶快传福音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没有盼望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 彼得后书这一段 他事实上是对什么人说呢 他是在对基督徒说的 他在对基督徒说为什么呢 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的 所以这是基督徒 在跟彼得的一个对话 是彼得在跟基督徒的一个对话 他说原来耶稣没有回来 是要宽容你们 这个你们实际上 应该是对基督徒在说的 那就很有意思 基督徒为什么需要悔改呢 为什么会有沉沦的呢 如果我们去看 耶稣在教导末世的时候 不管是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讲到末世的时候 他有许多的比喻 马太福音第25章 讲到有不一样的比喻 告诉我们说 若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 若我们没有做 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 若我们没有去行 这些怜悯恩爱 然后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话 预备等候他的话 这些人是会被关在门外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shocked 说怎么可能呢 原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在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 有一些人并没有活出神要他们活出的样式 那这一些人若他不赶快悔改 就是耗悔改变的话 把自己做错的事情赶快停下来的话 他们就会沉沦了 就会被关在门外了 所以这边他讲到的是对基督徒的一个提醒 倘若今天我们还没有活出 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没有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没有预备好他要回来的话 我们真的要赶快警醒悔改 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 我们是否有很多的爱来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顺服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是否真的是每一件事情 都好像是为主而做 在我们的教养孩子当中 我们是否真的是让他们看见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还是我们在追求这世上的名利呢 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当中 我们真的是要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还是我们要建造自己的国度呢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活出来的 是否相称在招我们出来的恩典呢 倘若没有的话 我们要赶快悔改 赶快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们错了 我们需要重新再来 神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的神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末日 在这样的动荡当中 我们更应该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所做的 所活的 所想的 所说的 是否合乎主的心意呢 所以不管是在这个幸福小组的 这个福音的 这个传福音的 这一次的 这个事工当中 或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 或是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 我们多需要 在此面前再次的思考 我们是否需要 先寻求神 懊悔的说 主啊 我们如果有做不好的 或者有做不够的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求神联明 让我们在面对 这个周末跟下一周的时候 充满神的能力 有一个新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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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